烤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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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式凉拌苦瓜喔 超好吃的 先把頭尾切掉 把它切一半之後 先把苦瓜籽還有苦瓜裡面的膜拿掉 如果不想那麼苦的話 要記得挖乾淨一點喔 在挑選苦瓜的時候 要記得選拿起來 重一點的苦瓜 表面只要光滑沒有破損 就可以 把它切成四等份 團圍不喜歡不吃苦瓜的男生喔 嘻嘻嘻嘻 把苦瓜盡量切得薄一點 一直切一直切 超薄的 然後呢 再加點鹽巴 然後呢 再加點鹽巴 還敢炸呀炸呀 直到出很多水之後就可以囉 接著呢 準備一盤冰水 然後用力的把苦瓜裡面的水分擠出來 耶 這樣 這樣的話苦瓜才會很甘甜 而不會苦喔 撥開放進冰水裡面泡一會兒 苦瓜就會變得很脆喔 接著呢 準備醬汁 醬油膏或者是蠔油 醬油 糖 米醋 還有檸檬汁 辣椒 記得切完辣椒之後 手不要摸跌跌唷 還有水 攪拌均勻之後就可以囉 這是台式的口味所以味道會偏甜一點 苦瓜撈起來之後把水瀝乾 把苦瓜跟一半的醬汁拌勻 拿個漂亮的盤子放好 醬汁調酸一點的話會跟苦瓜搭配的比較好 最後淋上一點汁就完成囉 哇 台灣的菜真是很棒 不吃苦瓜的男生真是很可憐 台妹不會喜歡的啦 嘻嘻嘻 再見 拜拜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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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可以 因為我一定會喜歡的 夠了 大家可以吃完 不吃完 他們要吃完 感谢观看